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 坏消息直接说 就是今天要去姑姑家吃饭 这不是李双青 这也说明阿姨非常重视我啊 那趁这个时间 我给大家去 削个果牌吧 第一次上门 怎么可能让你干活呢 不不不 才一战 就师累的表姐 十周先忍不住调判 但师累根本不愿意放弃刘亦 而第一次见家长受挫的刘亦 也忍不住发出了 内心无助的感叹 千军万马我都搞得定 但是我该怎么搞定 我这个婆婆呀 我要和你谈一谈 儿子长大了 急着要娶老婆 心也跟着长偏了 我这心啊堵得慌 跟谁说起 不说了 我的心可没有长偏 要不然 我掏出来给您看看 厨房里有刀 我不拦着 师累为了能和心爱的刘云结婚 专门投爸妈所好 给爸爸买高档鸟笼 又单独找妈妈谈心 并拿出精心挑选的首饰 送给妈妈 亲手给她戴上 这就是我的心 你值存钱 为了让我结婚 现在好了 我已经告诉我 全弄堂的叔叔阿姨了 我也发朋友圈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要结婚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将由两个人来孝敬您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师累先斩后奏 同时表示自己非刘云布局 令妈妈十分无奈 只好将计就计 让师累把刘云叫回了家 爸爸显然已经被师累收买 表示自己对他俩 这个女孩子在这么大一个城市 独自打拼 阿姨懂 一定是经历了不少 很不容易 可能你身体有什么状况 自己都还不清楚呢 是吧 现在不是提倡婚前检查吗 我建议你去做一个 万一要有什么情况的话 咱们提前知道 提前准备 师累妈妈这明显是话里有话 带着讽刺的意味 师累不解的 但把他们哄得十分开心 于是刘云妈妈在车上 当即萌生想法 这家女儿的条件的重新谈 师累给他们安排了住主 刘云担心他们会提起彩礼的事情 所以在去餐厅之前 特地过来嘱咐妈妈 你们今天跟石头相处了一天了 你们应该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对待我的 让妈妈把话说清楚 明明他们老两口的工资也不差 家里也不缺钱 为什么还像卖女儿一样 要那么多礼金 妈妈却表示 刘云的弟弟马上大学毕业了 所以他们打算一次性付款 给弟弟买了一个婚房先背着 我们才不像石磊他妈呢 真干得出啊 居然让自己儿子背债 妈 那你用嫁女儿的钱 给你儿子买婚房 这话你就说得出来了是吗 说女子嫁到南方家里 只有收了彩礼 才能显得身份贵重 如果刘云反对拿这个钱 给弟弟买婚房 那就给他存着 要是石磊将来有什么变化 也让刘云不用怕 随时回家 他们三个人 永远都是刘云最亲的人 帮了姐弟的 石磊他们家 现在真的没有钱 他们所有的钱 都去买婚房了 这个婚房现在还带着呢 难道你想让你的女儿 结婚的时候 连买酒席的钱都付不起 是吗 没钱可以借 再说了 他们家没有钱 还房贷 你招什么急啊 我请问了 那房本上 有你刘云俩字吗 妈妈再次重申 他们真的不是再卖女儿 而是为了刘云 将来能过的 自从上次双方家长见面 妈妈提起七位数的礼坚后 刘云一直没敢联系石磊 也没收到石磊的任何信息 她本以为这门婚事彻底告吹 于是来到宾馆 找妈妈做最后努力 但思虑半天 她还是觉得不能跟妈妈应来 这是几家婚宴的酒店 请你们参考 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这个亲家了 欲喝难甜 与此同时 刘云回到住处时 发现房门被打开了 她赶忙翻看婆婆给的玉琢 没想到竟然凭空消失了 几分钟后 刘云妈妈突然出现 玉琢就戴在她的手上 刘云直接回怼过去 刘云觉得查小萌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她花了上千元的鉴定费 来到鉴定机构辨别针文 并自信地拿出手机录音 然而鉴定专家去告诉她 这个玉琢是个标准的假货 她还是用玉石的边角料打碎了以后 采用玉石粉加药水溶胶制成的 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 不仅如此 这样的玉琢里还有很多放射性的物质 长期带着很容易伤身体 刘云的婆婆从邻居手里买了仿制的玉琢 充当她那个价值不菲的传家宝送给了刘云 而这天婆婆却突然被邻居告知 知道那个镯子的工厂已经被人查发 婆婆已经收拾了两个多小时了 刘云赶忙给婆婆倒水 婆婆看到刘云手上没戴的那个镯子 心里才稍敢放心 镯子没戴啊 镯子这么贵的东西不能天天戴的 我已经给办公室的小伙伴都看过来 等一下已经走哩 所以呢就放在家里了 你妈妈要带着镯子回乡下 给乡亲们看 我不同意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啊 其实我也是怕 那镯子万一被磕着落碰着 是的 妈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此时也好让刘云早点怀孕 不过时间一长 婆婆已然打乱了小夫妻的正常生活 刘云只好让石磊去委婉劝说婆婆 这样天天跑去照顾 他们实在太辛苦了 他们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但婆婆却见招拆招 这样吧 刚好 你的卧室啊 我都没动过 那你和刘云搬回来住吧 那这样 我给你做饭呀 打扫卫生啊 还有食疗呀 都方便多了呀 也轻松了我 你别陪我了 回家赶紧的 见面的次数增多 慢慢熟络起来 石周新是知名律所的律师以及小资女 她把刘云当成 也任由刘云随便挑选 刘云无意中发现 石周新的首饰盒里偏一模一样 再加上她已经回老家再三确认过 自己的妈妈并没有调包镯子 所以她有理由怀疑 婆婆把真镯子送给了石周新 却把假镯子和真鉴定证书给了她 但刘云怎么想也想不出 婆婆这么做的原因 难道自己的亲儿媳妇 还不如侄女重要吗 亲儿子好亲 我妈就是周新的亲妈 刘云无意中发现 石磊表姐石周新的镯子 跟婆婆送给她的镯子 鉴定证书一模一样 而她自己的镯子却是假的 石周新竟然是婆婆的亲生女儿 当年婆婆带着石周新 跟石磊爸爸去外地之交 石磊爸爸突然患了重病 当时婆婆分身乏术 于是让石磊姑姑先将石周新 接回上海生活 所以石周新从小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 同时因为她的存在 姑姑姑父一直没想过要自己的孩子 他们把石周新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对待 刘云不禁有些失落 自己的妈妈在她结婚时 就只给了八床棉被而已 刘云既气不过 又不敢找婆婆去问 仿佛有鱼刺卡在喉咙一样 到了单位之后 又被发现 她镯子问铁的张语讥讽一番 这一瞬间她终于做出决定 要通过调包的方式 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镯子 晚上刘云特地带着婆婆送给她的镯子 来到酒吧找石周新 石周新是这家酒吧的超级会员 她带着刘云一通肆意玩耍后 喝得鸣鼎大醉被刘云送回了家 正好刘云的婆婆也在她家 原来婆婆也是为了镯子的事情而来的 今天我们研发部门的同事 就拿机器好好测了一下 她说那个镯子里面全部都是放射性物质 带多了还会不韵不韵呢 假镯子带多了自然是会不韵不韵 但是我那些同事们都很羡慕我 因为我这个镯子是妈妈送我的传家宝 实实在在的真翡翠 哎妈我打算从今天开始 我以后就每天戴着这个镯子 这镯子还能养人呢 婆婆听后赶忙劝说刘云 表示这个镯子太贵重 天天戴着容易磕着碰着 让刘云别老戴着 然后又去照顾石周新了 而刘云帮石周新找睡意的时候 再次看到那个真镯子 并摘下自己的镯子与之对比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绪交织中 这个镯子竟然是真的 我竟然把真的镯子给拿回来了 刘云那这次财务部王雨强的事 把她票了 但闺蜜查小萌却不这么认为 既然婆婆对外宣称 送给刘云的镯子是真的 并且价格不菲 那现在正好物归原主了 而且石周新也不知道 自己的镯子是真是假 这件事完全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但刘云还是觉得不踏实 刘云赶忙约石周新 想先把事情跟她讲清楚 但无奈最近石周新总是在忙 而婆婆这边却把石磊催的头都大了 让她尽快带着刘云回家里住 你们什么时候搬回来 妈 哎呦妈 我真回不下去 妈 来来商量一下 是不是我每天来人家里这碗汤 我就会不用回来住了 你还有镯子 这周必须回到这里 石磊被吓了死命令 但很显然刘云是不会轻易跟她回去的 于是她使出损招 趁着刘云洗澡洗到一半 把家里的电闸拉断 想借机带刘云回婆婆家 于是准备从麦通这里下手 她故意趁着麦通睡着时 弄出巨大声响 对不住了 不好意思 麦通十分老实 她虽然被石头捉弄得没睡好 却并未向茶小萌告状 石磊别无他方 只好跟麦通说明实情 但为了不给茶小萌增添麻烦 她还是选择了离开茶小萌的家 同时也揭穿了石磊拉电闸的轨迹 让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小家 石磊也被刘云惩罚到沙发上睡觉 但石磊前一晚折腾麦通的同时 自己其实也没睡好 石头 石头 无奈刘云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 而与此同时 石磊的姑姑和石周欣也发现了 镯子上的金扇不见了 两人忽然想到 上次石周欣喝醉酒时 刘云去过她的移除 而且一直跟她提什么镯子的事情 于是怀疑是刘云做的 为了证实此事 石周欣主动上门来找刘云 本来刘云是打算主动向她道明原由的 怎料公司总监临时加了个面试 催促刘云火速回公司协助她 这下刘云又没说出口 姑姑正在家焦急的等着结果 都会冤枉她 压根就不重要 所以也不想追究 但姑姑却认为这是性质问题 不能不追究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镯子 嫂子 你和大哥本来是要给刘云 要来糊弄人家 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的呀 其实这事啊 也不算是刘云偷 人家只是不甘心 姑姑一番话都把石磊听糊涂了 连忙质问妈妈 什么假镯子真镯子的 说石周欣的镯子 到底是不是刘云拿走的 行为是不对的 你回去跟她好好说 如果真的是她拿的 那就让她把镯子还回来 跟人家道个歉 那如果真是她拿的 我会带着她 跟所有人道歉 但如果不是她拿的 我也要你们道歉 还有啊 传家宝的事 你好好想一想啊 时累扬长而去 晚上她有些面色凝重的回到家 先是委婉地 想要看看刘云的镯子 但见刘云 还是没有想跟她 说实话的态度 于是说出刘云 偷拿石周欣镯子的事情 现在全家都已经知道了 并且石周欣也不再计较 就当是把镯子送给刘云了 什么叫送我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全家人没有一个人 来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背后 偷偷给我审判了 审判没有审判 没有这么严重 再提起这件事 我干嘛让她送我镯子 这镯子本来就是我的 好不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镯子 是你妈当作传家宝传给我的 结果呢 她就把真镯子 给了她的亲女儿 把这个假镯子给了我 你还让我去道歉 我凭什么都要道歉啊 你刚跟我说了 你说你妈已经承认了 对吧 行 如果你想让我去道歉 那你就让你妈 先过来给我道歉吧 那是我妈 那么大碎手 就让她跑来给你道歉 你觉得合适吗 谁错了 就应该谁道歉 我还是你老婆呢 两人僵持不想 毕竟一家人 很难讲得清道理 而且一边是老妈 一边是媳妇 室内夹在中间 十分难受 第二天两人终于冷静下来 想起他们曾经约定好的 在外面已经很累 回家就坦诚相待 于是坐下拔话聊开 刘音表示这件事 她错就错在 当她知道婆婆 把假镯子给她之后 就应该像姑姑一样 第一时间拉上 大家说清楚 我错就错在 我觉得我是一个 刚进你们家的一个外人 我希望你们都喜欢我 所以有什么委屈的话 我就自己憋在心里 你平时讲道理 我从来不和你讲 但今天我也有话说 当你发现那个镯子 是假的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你心里面 受了那么大委屈 自己难受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你想要跟我们 全家人摊牌的时候 你为什么也不跟我说 你现在一口一个外人 一口一个外人 你到底有没有拿我 当过你的家里人 石磊总算吵赢了一次 却换来了刘音 穿着睡衣离家出走 但这天石磊和爸爸 特地走了个饭局 想为了石磊 在饭桌上 她还是尽显低姿态 主动点婆婆 爱吃的菜 并帮婆婆倒错喝调料 不太了解 婆婆毫不领情 静止离开餐厅 石磊买完单下来 继续安慰刘音 让她不用担心 她今天只是把事实 以及刘音想说 却又不能说的话 都替刘音说出来了 也挺好 另一边婆婆的气还没消 石磊爸爸只好 在一旁一番苦劝 他也觉得石磊说的有道理 确实是刘音 收到有辐射的假镯子在先 石周欣在角落发现刘音后 还把他带去酒吧 通过聊天 刘音才知道 石周欣再替这个男同事的 原配妻子处理离婚事务 之前这个男同事 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 现在又为了保全财产 不肯跟妻子离婚 石周欣希望刘音 能帮他找找证据 刘音本来很想帮石周欣 但作为公司HR 他不能利用便利 替石周欣调查 石周欣只好做吧 于是眼尽着渣男变本加厉的 公然带着小三出入酒店 石周欣只能劝委原配 妻子不要冲动 刘音借机把镯子的事情说清 通过这件事 两人的关系也比之前更好了 刘音和石磊新买的婚房 正在装修 但监理经常管工 石磊和妈妈的关系 总算有所缓和 这天石磊和刘音 趁着休闲来新房 但工人突然过来告诉他们 最近电线和耗材总是平白无故的丢失 而邻居家也在装修 于是婆婆跑到隔壁一看 忍不住联想起自己家里 那个自己结婚只陪下八床棉被的亲妈 从小到大 无论出现任何问题都需要她自己去解决 我叫她一声妈 但其实我们俩相处的日子 两只手就可以计算了过来 我对她有多少感情 她对我只会少过多 可是好奇怪 在我需要一个依靠的时候 她竟然会跟我说有妈在 而这句话 对曾经对我来说只是一句谎话 然而三个人吵了几分钟 最后也是邻居理亏 最终矛盾得以圆满解决 刘音和婆婆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生温 两人冰释前线 激当心啊 石周星勉为其难挤出笑容 默默送走石磊爸妈 而楼上石磊姑姑已经看得坐不住 母抢走了 你大哥大嫂不是说了吗 她不会逼着欣星回去住的 穿家宝都偷偷给了欣星了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什么意思 说是不强迫 这架不住大嫂天天往这 跟欣星献殷勤呀 你说当初咱们俩为了欣星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生 我不管啊 我反正不能失去欣星 欣星呢 我们从学把她抚养长大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也清楚 这还善良会知恩图报 她不是那种白眼狼 拍拍屁股就会走的人 姑姑对此仍然心神不宁 于是约石磊妈妈到家里见面 原本石磊妈妈是有这里的钥匙的 今天却突然不好使了 这外面人进进出出的 还是不安全呀 你是把刘鹰当贼呀 这镯子的事情 不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吗 还是你把谁当贼了 我还有 那线索呀 只有三把钥匙 我们一家三口 刚刚够用 那以后嫂子再来呢 就提前给我打电话 我在家里等着给嫂子开门 双方这是摊牌了 石磊妈妈回家 石磊妈妈一听更加生气 遥想当年要不是石磊爸爸生病 她也不会把石磊心 交给她姑姑带回上海照顾 带回照顾懂不懂 谁想到这一代 把我自己亲生女儿的心 都给带走了 我告诉你 莲子的心最苦 你懂不懂 她十四文月要搞事情 我越不能随了她的意 欣欣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有权利 我想见就见 幸好这个时候 还有石磊爸爸的宽慰 心情郁闷的石磊妈妈 一直在门口做到了黄昏 仿佛回到多年前的一个午后 一个熟悉的声音喊她妈妈 又在网红打卡地 亲密拍照发朋友圈 婆媳之间相处得越发融洽 但听到隔壁桌的女孩 给妈妈唱生日快乐歌 婆婆还是忍不住跟刘音抱怨起来 半个女儿 听到刘音的这番话 婆婆也十分感动 于是她用恳求的语气问刘音 能不能帮她约石周新 在去三亚之前 来家里陪她吃顿饭 不是给她过生日 只是吃顿饭就行 刘音欣然答应 回家后刘音跟石磊说起此日 本来已经打算赴约的石周新 却在电话里听到了石磊妈妈的声音 于是当即决定爽约 刘音的计划落空 最示弱的人是她的婆婆 婆婆失望而归 再次在家门口坐了一下午 刘音想尽拜访 粗和婆婆和石周新见面 但却因为石周新刻意疏远 亲生母亲而失败 在刘音一番追问下 世内终于讲出 妈妈当年购买传家宝 得知石周新想要留学 她更是省吃俭用的攒钱 要供石周新出国 然而还没来得及把钱送去 石周新就已经在 姑姑姑父的安排下 上了出国的飞机 于是妈妈只好用这笔钱 买了传家宝桌子 只是想跟石周新吃顿饭而已 并描述婆婆一大早就去买菜 回来又亲力亲为 做一大桌子菜的辛苦 以及得知石周新不确实的失望 但石周新却瞬间冷了 我们两个关系好 但不代表你可以多管闲事 这怎么叫多管闲事呢 周新 我跟你 你跟婆婆 我跟婆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之间 怎么叫多管闲事呢 家人之间也是有边界的 你是一个这么讲究边界的人 那总是越界 你真的不讨厌吗 刘英他人 他的确是一个很讲究边界的人 所以刚结婚时 他才会坚持拉着室内出去住 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 和婆婆的相处 他才知道 一心为了自己的自在 而刻意去疏远和长辈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是一种自私 毕竟边界线不是边境线 他劝石周新 没有必要那么矫针 那种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 但是就因为母女这个身份 就要控制你整个人生的窒息感 你这辈子都不会懂 你怎么知道我懂 我就是这样上来 刘英的话 让石周新最近有些心不在焉 辜负周明洪 察觉到石周新的情绪不对劲 他猜到肯定跟施磊妈妈有关 于是委婉问出原因 郭副看得明白 即便他和妻子再怎么将石周新 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无论感情多么深厚 也都是无法割舍石周新 和圣母之间的血缘的 一定会说服姑姑取消 这次三亚之行 老公 我把桌子还给周新了 这本来就是妈为周新 攒钱才卖的桌子 这叫物归原住 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 妈会开心 妈要是开心了 我就开心了 我不希望跟我妈搞好关系 成为你的负担 石磊得知刘因 把传家宝镯子还给石周新后 有些心疼他 但刘因却很享受 现在自己后悔 你那么喜欢那个镯子 我怕有一天你会后悔 不会的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 只要你有所求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看到刘因这样想 石磊也不好再扫他的兴致 只是担心 他到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不过第二天 石周新就主动约出刘因 又把镯子拿了出来 那么还给刘因 才叫做物归原住 你之前说过 家人之间未必有边界 但我觉得即便没有 至少也要有一条缓冲带 不要高估一段关系 但也不要低估它 付出与收获 不对等是生活的常态 大概律师说话都这么深 不过石周新最终表示 他会去参加刘因婆婆的生日夜 刘因赶忙把这个好消息 通知婆婆 令婆婆激动不已 则的欺骗 实际有些对妈妈生气 感觉她对刘因的付出 视而不见 真是姑姑和姑父也来了 众人围抓而坐 给刘因婆婆唱生日歌 婆婆先切了一块蛋糕 递给石周新 石周新却转头 把蛋糕递给姑姑 姑姑又递给姑父 姑父最后又还给了婆婆 如此这般尴尬又诡异的气氛 显得刘因更像是外人 对此也很是无奈 我妈就是看到周新太激动了 心里面就只有她一个人 爸爸时间久了 你就会发现 我也没有什么恰使她 不过婆婆此时 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还给刘因打电话 继续督促刘因 尽量跟石周新接触 看看能不能带石周新 去上次他俩去的汉征馆 刘因对此不置可否 这天刘因来婆婆嫁的时候 正好赶上洗菜 盘的下水倒堵了 刘因帮婆婆疏通了以后 衣服也被弄湿了 是我最大受到 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 她改变主意了 愿意穿上鸡袍 跟我一起拍招 周新说她这个礼拜都没有时间 所以呢 下次有机会 我再帮妈约吧 那我看了一圈 这样衣服也没有适合我 我就先走了 刘因啊 是走得有点突兀 好像我监力争取的 其实都是别人不要的一些东西 别人不要的衣服 别人不要的蛋糕 还有别人不要的镯子 别人想要 潜力摆脱的妈妈的爱 这些都是我认为很珍贵 很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周新都那么对她了 她都不介意 可是我明明那么爱她 她就看不见了 老公 你不说我们是一家人吗 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吗 施雷听后心里也不禁跟着难过 于是把刘因紧紧抱进怀里 几次失望过后 刘因和婆婆的走动 也不再那么频繁了 但偏偏婆婆这时候在公共的劝说下 又订了个新旗袍送过来 准备给刘因一个惊喜 然而正当她给刘因和施雷打扫房间的时候 在刘因书桌上发现了一本外皮式烹饪书 他们家那种吃相 教育出来的孩子 有你说的那样 无辜 婆婆说的这些话 刚好被正在上楼的刘因听到 她瞬间对婆婆失望 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 没有任何回报 于是把来时特地给婆婆买的礼物 直接扔进了门口的垃圾箱 而没能说服妈妈的施雷 觉得有些亏欠刘因 到家后看到刘因很早就睡觉了 轻轻地亲吻了刘因的脸颊 却没看到刘因流下的眼泪 第二天施雷被领导安排应酬 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还一直喊着妈妈 仿佛有话要跟妈妈说 于是被同事送回了父母家 刘因接到电话后 赶忙来到婆婆家接施雷回家 但婆婆却想把施雷留下 不让刘因再折腾她们 这时施雷开始起来耍酒疯 不要 令刘因不禁感动落泪 不过以刘因亲妈无事 不登三宝殿的个性 刘因心里又忍不住担忧起来 妈 你这次来上海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就是来看看你 我从老家到上海 读大学到现在 这是你第一次过来看我 怎么了 所以没关系的妈 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说的 要我说啊 你是做这 三宝殿的个性 令刘因不禁有些怀疑她来的目的 但很快刘因就发现 妈妈这次性格大变 不仅给刘因做了早餐 还特地起早去市场买了老母鸡熬鸡汤 让刘因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 我大佬远过来 我拿不了太多东西 所以我给你带了点土特材 这两包 记住啊 放在前面这两包 是给你们单位领导的 这些呢 是给你们同事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也拿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买了一些塑料袋 你把它一个个都分到塑料袋里 然后你另一个单位去 我跟你说呀 别人也会帮你 刘因连连称赞妈妈想的周到 立马意识到自己可能大错特错了 而妈妈顺势收拾东西 准备坐大碗的高铁回老家 不然在这里会给刘因添堵 刘因见状赶忙阻拦妈妈 妈妈你别说了 我觉得我误会你了 妈对不起 妈妈好想你 其实从我刚来上海读大学的那一天 我就很想你 我看到周围的同学 还有同事 都有妈妈陪在身边 你都不知道我多羡慕他们 所以昨天我听说 自己听说婆婆把镯子掉包 送给石周信的事情 她也有些心疼刘因 而她又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 于是只能买了这个金镯子 她想让刘因的婆婆知道 她的女儿不需要别人送假镯子 自己照样买得起真镯子 刘因听了更是感动得泪流满面 还让妈妈亲自帮她戴上金镯子 好好续旧 于是石磊索性腾出地方 回父母家住几天 刘因妈妈还让石磊约她父母改天 一起吃顿饭 石磊顿时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妙 妈 我给你打个招呼啊 我跟婆婆之间呢 有点点小小的误会 如果待会儿吃饭的时候 聊起什么 或者说是她态度有点不好的话 表示她希望刘因 今后能够好好孝顺石磊的爸妈 毕竟这婚房是他们老两口 一块钱一块钱省下来付的首付 婆婆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我是亲家母 越做带袍 来着不善啊 副首付在上海买房 此话一出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些吃惊 不仅 她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高中同学 在老家的商会做秘书长 而且他们在上海也有分会 所以将来石磊所在银行拉存款的事情 就不用愁了 等石磊的业绩好了 他们的日子也就宽松了 石磊赶忙起身向刘因妈妈敬酒感谢 这次吃饭的气氛也极其融洽 吃完饭刘因感谢老妈这次替自己出了头 上次我跟我婆婆吵完家了之后 我还在想 怎料就当她给妈妈挑衣服的时候 妈妈却故意当着刘因的面 打电话呵斥刘因的爸爸 并表现出十分为难和气恼的模样 刘因自然忍不住询问原因 他们单位新来了个一把手 特别喜欢玉 尤其是喜欢金扇过的玉 月底要搞一个什么玉石文化品鉴会 你爸着急了 跟我这喊 说那可怎么办 咱家没有玉啊 什么什么金扇过的玉 所以他就想到了我的玉 嗯 你放心 我一口回去了 周末就来电话埋怨我呀 说你干嘛呀 你跟女儿说一下有什么呀 反正在上海嘛 又败了 他也假装为难起来 刘因缅月令 于是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 姑父对此看得明白 他知道两边都是最爱石周欣的亲人 石周欣谁也不想伤害 所以才左右为难 妈妈想天天看见我 妈妈想继续做我最亲的妈妈 其实他们的想法我都能理解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那我还不如自己搬出去住 你如果选择了 离这两人都远远的 这给你选择逃避 那还要更早 作为你最爱的亲人 你要住在那 或住在这 我们都支持你 不会给你任何意见 谢谢周傲伴 石周欣在姑父的建议下 决定先不搬走 继续留在家里 陪伴姑姑给石雷了 妈妈就应该把刘英 也当成女儿一样对待 石周欣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才是我的女儿 她刘英嫁进石家 才几天呀 她跟石头长不长久 都还不知道呢 你们俩怎么能相比呀 说好 刘英对你的真心 一点都不会比我少 不然她也不会为了 你把这个镯子还给我 日积月累的感情 有时候是会超过血缘的 你如果把对我的关心 分一点给刘英 这样你会有两个女儿 就像我跟苏文妈妈一样 在石周新的提醒下 刘英婆婆逐渐想通了许多 终于这天心情颇好的 约石雷和刘英下班后 来家里吃饭 这个镯子还是给她吧 并且当众上演薅头发的好戏 等刘英和石雷得到消息 赶回家时已经晚了 记录 得知了妈妈这次来的真正目的 来多少天了 还没提镯子的事 哎呀你着什么急 我真记坏着呢 我告诉你 什么也没我宝贝儿子的房子重要 放心吧 聊天记录上赫然写着妈妈这次来 就是为了骗走刘英的镯子 回去卖到给刘英弟弟买婚房的 刘英不禁大失所望的样子 刘英简直哭笑不得 第二天刘英妈妈准备坐车回老家 有车站人太多 容易被人盯上 妈妈临走时还使劲亲了刘英一项 然而当她心满意足的检票进站后 找到一处僻静的角落 打开幕后一看 里面装的确实 她这次来送给刘英的那个金镯子 而并非婆婆送给刘英的玉 刘英信里的内容很委婉地表达了 她对原生家庭的眷恋和失望 看着刘英如此难过 时累也跟着心痛 晚上还陪着刘英一起去看上海的业界 而婆婆这边 一个人默默在家里 看着她和刘英泡温泉时的合照 最终却连同那只玉镯 一起放进储藏柜里 在经历了镯子引起的各种风波之后 刘英终于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接任了人事总监的位置 引来一直跟她暗中较劲的张语嫉妒 殊不知刘英同时也在为此发愁 因为升值之后 公司给刘英提供了20万的期权额度 这意味着刘英需要与公司的利益绑定 才能继续稳坐总监的位置 所以他要么缴纳全款 以后在公司顺风顺水 要么拒绝购买期权 恐怕会因此得罪领导 也可能丢了饭碗 晚上室内一听说刘英升值 需要操20万以后 吓得脸都绿了 两人贷款买房 并且刚刚装修完 手头上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 刘英因此十分焦虑 石磊见状向刘英承诺 这件事包在她身上 短期内她一定能凑够这20万 但事实上石磊其实毫无办法 终于在同事的建议下 石磊决定回家跟妈妈开口借钱 然而妈妈刚刚被刘英妈妈薅了头发 气还没完全消 所以石磊不敢直接跟妈妈说是刘英买期权 而是说她自己工作的银行需要买期权 期权你知道吧 这次给了她20万的恶毒呢 不仅仅是赚钱的机会 是银行想和石头神动 妈你说石头也有20万的期权 你不会搞错了吧 是我们公司要买期权 石头 20万就把装修的钱折合给她 然后她立刻把钱还给婆婆 于是婆婆又提起毛阿姨治病需要还钱的事 留下石磊不知所措的面壁思过 刘英还坐下补上一句嘲讽 骗来骗去有必要吗 夹在他们婆媳中间 石磊显得左右不是人 这次她彻底累了 结婚时两人一起 巨大的声响把刘英也吓了一跳 欠妈妈的20万 成了压在石磊心中的石头 于是她比之前更加努力的跑客户拉油 但到头来没有业绩 还要挨领导的批评 不过有一个银行大客户江老板很喜欢听石磊唱戏 并且专门做了这次酒局 点名了石磊开散 但石磊第一次跟江老板吃饭的时候就表示 他要遵循师傅立下香不由切的规矩 在酒桌上不能唱戏 师傅还跟他说过 平一口气 点一盏灯 而江老板却告诉他 有灯就有人 有人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江湖的规矩 在江湖不讲江湖的规矩 就没人愿意帮他了 于是这天江老板自己先开了嗓以后 开始劝石磊开嗓 江湖好比是天 职场好比是地 天地之间便是男人的格局 如果你非要把江湖和职场混作一团 该讲骨气的时候 你讲规矩 该讲规矩的时候 你拼血性 这样不上不下 不失实物 那怎么才能成就男人的格局呢 石磊的两个领导听后 赶忙赞叹江老板讲的通透 同时也把目光投向石磊 但石磊仍旧不为所动 不愿违背世门规矩 于是江老板再次放低姿态 表示自己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 连个像样的票房都找不着 所以才想听石磊这一嗓 并且向石磊敬酒 还称石磊为贤弟 这下石磊的两个领导看不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可就得罪大客户了 石磊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业务业务上不去 江老板 大人大义 在领导的各种施压下 石磊终于坐不住了 于是起身给自己倒酒 并表示他自己最近也发现了 他确实不太争气 但是妈妈和媳妇都不舍得说他 江老板刚才在酒桌上唱的 是让徐州 似乎有意显示自己的人意 而石磊一口喝完一杯白酒后 心酸的给江老板唱了一首骂曹 他很羡慕你横的 傲性格 不为微无所屈 但他自己今晚却破了师傅力的规矩 石磊的唱腔确实不错 江老板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唱完之后 石磊也因为刚才喝的那一大杯 白酒醉倒在地 在醒来的时候 石磊的手里多了一张江老板的私人名片 江老板十分赏识石磊 还想挖他到自己的公司 无论石磊开出任何条件 此时婆媳之间的矛盾仍旧存在 而今天恰好是一家人约好去验收新房的时间 但刘音却因为公司里二组的销售人员 全都被竞争公司挖走 而忙得焦头烂额 她都无法赴约 令石磊有些为难 也令婆婆更加不满 刘音也是 刚当上总监跟您当时刚当那个护士长是一样的 时间比较忙 他能跟我比吗 我告诉你啊 他给我写了一张欠条 这欠条和白条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妈这个钱我还 我这钱他还 婆婆一听说石磊要还这个钱 更加生气了 刘音为了升官借的钱 凭什么让石磊替他还 而且从始至终他要的就是刘音欠了他钱的态度 石磊爸爸见状 把石磊带到小饭馆吃饭谈心 石磊问爸爸 如果他有钱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了 但爸爸却告诉他 钱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觉得你不要在你小姐生活这种家 所遂无穷的细水长流 你只要做好 被筷子夹住的那块重牌 生活就安稳了 您说的不对 就像这种筷子 拿起整排 放下 摆平 想让他们不打架 就得做男坏的 以爸爸常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心态放平固然重要 但此时对于石磊来说 他更希望成为可以平衡这两根筷子的纳枝手 同时给两个女人安全感 于是他毅然居然地从银行辞职 并加入江老板的投资管理公司 七月份家庭支出 房贷四千五 医疗保险一千五 刘英的支出三千 石头的支出两千六 这个月就剩四千块钱了 为了我们的小家存下来吧 八月份家庭支出 这个月开始要还妈妈的费用了 穷不能穷石头 苦不能苦老公 石磊翻看着之前 刘英记录在本资上的生活账单 发现每一笔都是他精打细算 而且自从开始还妈妈的钱以后 刘英的开销削减了一大半 但他却毫无变化 石磊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同时也想起朋友陆思成对他说的 劝他跳槽的话 你就像你自己养的那个乌龟 真把你放海里 你也能游 不好好地喝酒 不好好地唱戏 哪来钱 底星翻一倍 那还不算其成呢 你都是跳呀 你过来呀 我就让你看看 有钱 它到底是有用 还是没有用 石磊最终毅然决然 向银行的领导递上了辞诚 加入对他十分青睐的 江老板的投资管理公司 刘英得知后 赶忙劝石磊在慎重考虑考虑 毕竟银行是铁饭丸 而投资管理公司 前一阵子频繁爆雷 但石磊却觉得 这样的公司前扑后继 正说明有市场需求 而他以前因为顾虑太多 才会显得毫无担当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他要彻底蜕变 我觉得你这些事情 做得太草率了 你肯定是冲动 你事先都没有告诉我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准备了很久 只是没有和你说而已 不重要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放弃安门 买回你的安全看 我走了 得知石磊离开银行后 婆婆也找到家里来 刚好石磊不在 于是把火又撒在刘英身上 认为石磊丢掉铁饭碗 都是刘英逼的 石头跳藏呢 确实是有一些冲动的成分 可是他已经快三十岁了 他是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银行 这是一个多么安稳的工作呀 不去银行做 跳槽去一种高压力 高风险的公司 你们怎么想的 这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的决定 那妈的意思是 这是我的决定 不是吗 石头是我一手养的 一手调教出来的 它一直就是平平稳稳的 从来不会冒险的 刘英 我跟你说话呢 刘英被婆婆训斥 还得被迫保持微笑 婆婆更是越说越激动 觉得儿子才跟刘英结婚几个月 头脑就发热到现在这种地步 妈你说的特别对 石头是你一手带大的 他才跟我结婚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那除非也就是说 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是比妈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重要很多很多 他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比我改变那么多 是吧 妈是想说这个意思吧 婆婆显然是说不过刘英 于是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而这段时间 石磊进入投资公司后 社交圈越发广泛 而且借助之前 他在银行的人们 也谈成不少的业务 其中还包括妈妈的朋友毛阿姨 毛阿姨亲自到石磊的 新公司考察一番后 放心的把钱 投入石磊推荐的金融产品中 很快石磊便拿到了 好几笔高额奖金 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后 他赶忙带刘英 去首饰店选购卓子 想让刘英忘记 传家宝卓子引发的不愉快 但刘英表示 自己在乎的并不是卓子本身 而是婆婆对她的感情 之前你说过一番话 我觉得很有考虑 加这个避风港 里面的每一块砖 都得花钱来买 那你的意思是 花钱都能买得到咯 都能买得到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 那我还就告诉你 这个店里所有的卓子 我没有一个看得上 我就喜欢你们家传家宝 因为它花钱买 你到 有了高收入的诗类 显然比之前更有底气了 于是带着刘英回父母家 让大家坐下 并召开了家庭小会 诗类掏出银行卡 表示里面有他这段时间 刚挣的二十万 现在如数奉还给妈妈 让妈妈撕毁刘英写的欠挑 并且还有一件事情 刘英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还给刘英 我有点不太舒服 别装病了 听话 坐 咱家进门写的是什么呀 大型的家和万事兴 这也是我的理想 那以后 挣钱的事情 我来解决 你们就负责开心 好吗 在我的带领下 我们家才能够做到 家和万事兴 爸爸健壮不免觉得 石磊有些膨胀 但石磊却表示 她的膨胀会给全家带来愉悦 尤其是妈妈 因为她一会就请姑姑一家 到高档餐厅吃饭 这样妈妈就又有理由 见到石周星了 这招果然好使 妈妈听后立刻有喜笑 言开起来 三会 你们可以帮我妈扶一下吗 你干什么呀 送你去医院 就这样麦通背着石周星 去了医院 陪她做了检查和治疗 并为她支付了各种医药费用 麦通再次向石周星盗窃 但石周星并未太过计较 茶小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麦通也觉得茶小萌越发不可理喻 不再欣赏她的艺术细胞 像挤了那些败金女 不仅如此 茶小萌眼界的流音 嫁给石磊后 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并且升职加薪 于是经常跟麦通满腹牢骚 而麦通心中 那个喜欢新鲜事物的茶小萌 已经不复存在 而且两人一言不合就吵架 麦通有些受够了 这种你闹我哄的模式 所以独自去电影室 全神贯注地观看她喜欢的电影 正巧石周星也在这里 看到麦通坐下后 石周星还时不时地偷瞄着麦通 不过石周星的身边有对情侣 在看电影室一直在聊天 终于熬到电影结束 石周星忍不住起身提醒他们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买个碟 带女朋友回家看 不然你们这样一直聊天 真的很打扰其他人 麦通突然出现 算是给石周星解了围 也博得了石周星更多的好感 而且两个人都是阿莫多瓦的影迷 闲下来的时候 就开始聊一聊 共同喜欢的电影 令麦通在繁重无趣的日子里 曾经那颗热爱艺术的心也被逐渐唤醒 麦通有意义满聊天内容 令茶小萌有所怀疑 而石周星姑妈也发现 她最近总是偷偷傻乐 于是旁敲侧击 姑妈觉得石周星没什么心意 很容易被外表老师的男的骗了 所以劝她跟对方确认关系之前 还是全方面的考察一下 男方的人品和背景 石周星却不以为然 觉得自己的眼光不会差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麦通和石周星频繁相遇 一起去看偶像的艺术电影 和整天逼着麦通买房的 女友茶小萌相比 石周星优越的家境条件 让她没有经济上的困扰 也让麦通觉得她很单纯 同时在麦通的身上 石周星也找到了 和她精神世界格外契合的灵魂 麦通表示自己曾经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爸妈都很爱她 而且并没打算把她培养成接班人 只希望她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 做一个艺术家 但是事与愿违 她的家庭出现变故后 这一切也都随之成了泡沫 我呢也不是什么特别会理财的人 就活成现在这样 但生活还得继续 但是你的心还活在之前的故事里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阿默多瓦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只能感叹生活中那些相遇 那些怨求 那些痛苦 还有人要在你时能去回忆 其实这些话 憋在心里挺久了 今天终于说出来了 和陌生人倾诉这些 也要轻松 没有负担 麦通的遭遇 让石周星对她有种惺惺相细的感觉 但此时石周星还不知道 麦通有女朋友的事情 而茶小萌这边已经翻到了 麦通和石周星的聊天记录 恰好麦通的一个女客户 也对麦通有所好感 给麦通寄来了那一盒告白卡 于是茶小萌以为麦通最近心涨草了 再次跟她吵闹起来 麦通只好当着茶小萌的面 给女客户打电话自证清白 小姐多 我现在是打电话给她 听着 喂 你是不是寄了什么东西到我家 麦通啊 喜不喜欢呀 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呀 你可以带着快递一起来啊 以后不要再寄这种恶心的东西到我家 否则我就报警了 真不要脸 拉黑了 好吧 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信任我的吗 他以后不会骚扰你了吧 不会了 那这怎么处理啊 真的 被女客户寄东西的事情一搅和 茶小萌竟然忘记为麦通聊天记录的事情 虽然两人只是聊的电影 但聊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 于是茶小萌只好找到刘英求助 不过仅凭聊天记录 刘英也不好猜测他们发生了什么 正好晚上石雷请全家人一起去高档餐厅聚餐 刘英只好先把茶小萌的事情放一放 吃饭前石雷还送了亲笔提赐给爸妈 在姑姑一家人面前 给老两口长了脸 趁着服务员上菜时 石雷和姑父同时到外面接起了业务电话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资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这种小规模的基金就不用谈了 不用谈了 就那么点钱还那么多就啰嗦了 大的基金是痛快 但是得看项目 你的项目够大 石雷已经没时间聚焦成塔了 抓紧时间跟我联系 我等你好消息 好好好 我看了 两人举手投足都十分相似 另一边刘英发现了石周欣今天的穿着 不像是来参加家庭聚会的 而石周欣也不瞒着刘英 坦言今晚他要向一个人表白 你今晚跟他表白 对啊 谁说恋爱中女生不常主动的 喜欢就去追 我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人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了周欣 当时石头啊 他喜欢我太深 完全都不敢说 我都已经给了明显 不能再明显的暗示 他还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所以我就做出了跟你一样的心动 刘英注视周欣今晚表白成功 然而聚餐结束后 刘英排着查小萌 根据麦通的定位追到酒吧 想要抓住麦通 背着查小萌在跟水约会 但查小萌有所顾虑不敢面对 于是刘英只好拉着查小萌进去 然而看到麦通的身旁 正好是石周欣 刘英赶紧找借口先支走查小萌 不过一回头的功夫 麦通已经不见了 刘英走过去坐在石周新的身边 得知他刚刚表白失败后才稍感放心 并表示他认识麦通 石周欣心态很好 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对麦通一无所知 正好及时止损 同时将麦通的危险拉黑 反观查小萌回到家 继续如怨妇一般的闹着麦通 而且为了不失去麦通 他主动做出妥协 麦通我们结婚吧 明天一早就去领证 没有房子的婚姻 你能接受吗 这俩要冲突吗 这世界上每天有很多人结婚 有很多人买房 他们能做到 我们为什么就不行 打我到上海来的那一天 我就不想飘着 我就想安定下来 在这个城市里有个房子 有个家 麦通 我们结婚吗 我觉得 别说了 麦通你好好想起 你到底是不想结婚 还是不想跟我结婚 查小萌一再逼迫麦通做选择 已经让麦通产生了反感 但他却不自知 甚至工作上也屡屡出错 不然他在公司里也保不住他 然而查小萌却整天活在 感情和买房的焦躁情绪之中 对刘因的劝说无动于衷 另一边石磊仍旧整天忙于 投资公司的业务 妈妈长时间没见到儿子 特地过来给他做碗西红式面 石磊忍不住跟妈妈炫耀 他这段时间一连做成好几单投资业务 已经赚了不少提成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你要赚多少钱才算是知足啊 钱是赚不完的 我们家里人 爸爸妈妈没给过你压力 谁给你压力了 没有人给我压力 那我为什么不多赚一点钱 让爸妈老婆 还有未来的孩子 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们过得很好 只要你稳稳当当 就是爸爸妈妈最大的财富了 石磊表示 之前他完成了不少投资项 但拿到的仅仅是项目的提成 而他现在不想让这些赚钱的机会 再被白白浪费掉 所以他跟妈妈商量 想把那个传家宝镯子卖掉 作为他投资的本钱 届时给家里换取更丰厚的魂 内心十分惶恐不安 于是带着镯子来找刘音 索性将镯子给他 希望刘音作为石磊的妻子 能够及时纠正石磊的极端想法 你知道吗 今天下午三点 石头在我那里 才吃上一口蜜 好兴奋啊 他在那跟我说他的发财梦 他说他要把这个镯子卖了 然后要制造他的什么财富童话 他要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过得更好 他觉得我们过得不好 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心疼他 你现在年轻你不懂 没关系 将来等你有了孩子了 你也会懂 刘音让婆婆把镯子拿回去 并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个镯子 她都会守护好自己的丈夫和她哪的小家 但婆婆只意给刘音留下镯子 并且把石磊就拜托给刘音了 想卖镯子投资公司的产品呢 我妈跟你说了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镯子 妈已经交到我手里了 我不同意你拿去投资 想都别想 死了这条心吧 你说不好 还没问清楚什么情况 直接让我死了这条心 石磊要卖掉妈妈的传家宝镯子去投资 婆婆觉得石磊有些冒际 却又难以阻拦 于是把镯子交给刘音 让刘音及时纠正石磊的想法 但显然石磊现在已经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 提起之前刘音需要二十万买公司 七权十一 他不惜欺骗妈妈也要支持刘音 但刘音却觉得这是两回事 这个镯子是传家宝 石头你知道传家宝的意义吗 没有家 哪来的传家宝啊 你也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从结婚彩礼 到传家宝 到房产任职 刘音与石磊交涉失本 最终只能以石磊继续去工作 而暂且平息矛盾 刘音不禁有些怀念之前的石磊 于是去找查小萌借酒消愁 他宁愿把镯子放长毛 正因如此 查小萌借着陪伴为由 到刘音家借助 准备对镯子下手 愧疚和心虚 让他对着刘音痛哭流涕 刘音连连暖心安慰 可仍然没打消查小萌 偷镯子的想法 于是晚上趁着刘音熟睡之间 查小萌偷偷打开保险柜 将真假镯子调换 第二天刘音醒来时 发现查小萌已经做好了早餐 但人却不辞而别 并且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 查小萌直接来到首饰店 向老板说明来 老板看到镯子后 直接把店门关了 并单独给查小萌服务 虽然镯子是真的 但查小萌既没有鉴定证书 也没有发票 于是老板让查小萌自己开个角 以100万的价格成交 然后马不停蹄地屈服了那套房子的首付 而且可以拎包入主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为房子的事情烦恼了 为此他还特地买了一个有房子装饰的单独 可爱 小萌啊 我跟老板商量过了 咱们暂时不用搬 没关系啊 早晚都要搬 那晚搬不如早搬 你干嘛这么看我 之后两人一起到餐厅吃空 于是把他俩叫过来一起吃饭 而查小萌刚刚偷卖了刘音的镯子 全程都表现得十分心不在焉 去卫生间回餐桌的路上 查小萌忍不住向刘音道 我们能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 我不想要一个挣钱的机器 我想要一个可以陪伴我的人 家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了 我之前给你跟我妈的陪伴都够多的了 可换来的是 你叫我妈宝男 妈说我是妻子的奴隶 所以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艰难的选择 如果有的话 就真黑 不过这两次谈话 也让石磊有些改变 他特地安排了全家泡温泉活动 缓和刘音和妈妈的关系 刘音 赶紧把你的好闺蜜给带走 把这边 被查小萌这么一闹 温泉也泡不成了 婆婆带着石磊去看石周新了 刘音则是去找查小萌询问原因 而查小萌刚跟麦通吵玩家 你成家了 你结婚以后 你看看你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俩都承诺呢 刘音还觉得自己的确亏欠了查小萌 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哎 怎么了 迟都出事了 宝城公园那个项目资金链断了 停工了 刚才你那个毛阿姨来找你 我说你休息了 他说要带人去你家里找你爸妈 刘音正准备让石磊重新考虑 事业和家庭的责血 叔叔阿姨们 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们清楚 你们跟我爸妈 也都是几十年的街坊 我头劝大家先回去 但众人前脚刚走 刘音和婆婆的矛盾就再次爆发 两人都认为是对方逼着石磊 辞掉了银行工作 才落得如今这种地步 两人的争吵最终让石磊情绪崩溃 直接推门而出 刘音赶忙出去追石磊 我本来以为 只要我能多赚一点钱 你跟我妈就不会再吵了 结果让你们吵得更明白了 你怪我吗 下手我不想通计下手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 这样耍脾气的话了石磊 好我们一起面对 好累了 我去买瓶水喝 石磊假装去买水 实际上却突然不告而别 让街坊邻居们取回他们的钱 但江老板却表示 他们的企业每年有上百个案子 项目出现问题很正常 而且司法已经介入 解决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无需他帮忙 石磊的街坊邻居们 也早晚能拿回钱 也更加没有颜面回家去见刘因和爸妈 家里所有人都在找石磊 石周鑫也在第一时间 托人调查了石磊所在的投资公司 但公司手续齐全并无不同 只是这些人投进去的钱 被承建公司挪用了 所以司法部门需要一些时间 理清其中的债务关系 石周鑫来公司把消息告诉刘因 让他先不用担心 正好茶小萌也来找刘因 石周鑫和茶小萌仇人见面格外眼红 当着刘因的面再次吵了起来 经过这件事 刘因和婆婆都有所反省 两人都因为之前互相看不上对方 而忽略了石磊站在他们身后 默默地给了他们加倍的爱 于是决意重新和好 而江老板最终也让新助理 给石磊透露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 前辈一个叫刘起勇的人转移走了 只要找到刘起勇 这事就能尽快解决 但石磊一直蹲守 在刘起勇家楼下五天五夜 却仍旧不见刘起勇的身严了 但是一番打听后 发现并不是石磊做的 然后隐约想起最近 茶小萌有些异样 似乎对卓子的事情格外关注 而且在他家住过以后 经常没缘由地跟他道歉 于是刘因推测是 茶小萌来他家借宿的那一晚 偷拿走了卓子 来的一路上我一直在想 我想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 与其说是愤怒 不如说是失望偷的 从你打算偷我卓子的那颗气 你就没有把我当过 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屁话呢 茶小萌坦言 他和刘因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当时刘因向他承诺过 只要他以后到了上海 就会对他负责到底 茶小萌当着刘因的面 新手把火车票撕得粉碎 也代表着他俩二十年的 友谊就此终结 不要再听一件故事了 无论你把桌子卖到哪去了 书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但也有个坏消息 室内妈妈也被查出了 患有严重的阔心病 若是保守治疗 上有五年的活头 倘若选择手术成功几率 高达80% 但是手术费用极其昂贵 婆婆上次突然晕倒后 被医生诊断为患有严重的阔心病 如果选择保守治疗 于是婆婆执意选择不做手术 立刻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婆婆表示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护士长 每天给病人清闯和护理 可她就是不愿意让医生在自己 婆婆表示她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让他们告诉石周欣 她不想让石周欣为她承担任何压力 更不想石周欣为她伤时间 继续劝说一下查小萌 却没想到第二天留音找到查小萌时 查小萌却仍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婆婆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要找镯子你去找镯子 干嘛来找我 石头昨天说要报警 我拦下来了因为我想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刘音你怎么了 一直揪着这个事情不放 查小萌再次说起 以前自己对刘音的好 并扬言让刘音报警 丝毫没把刘音的劝说当作好意 刘音管查小萌所要镯子无果 心情沉重不好意思去见婆婆 而石蕾也没有太责怪的 一起陪她先行离开 这次是石蕾爸爸觉得 刘音这镯子卖得有些吗 刘音也过来查看 并安排人去调去办公室的艰苦 刘音没有证据只能公事公本 但查小萌因此更加记败如音 认定她是在报复自己 所以才不站在她这边 于是决定辞职远离刘音 你知道为什么要烧这些木头吗 它们本来是家具 但是坏了 堆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会发霉 发臭 烂在这里 查小萌偷卖刘音的镯子 用这笔钱付了房子的首付 麦通却因此跟查小萌提出 如今她有了房子 却失去了麦通 与此同时 石蕾辜负周明洪的外贸公司 陷入困境 急需华人圈的宁老先生帮忙 但宁老先生刚从国外回来 扩张生意的第一步 就是吞并像周明洪这样的中小公司 周明洪的困境也由此而产生 如果能寻的此物 就能卖个人情 也就可以保住她半生经营的心血 但奈何周明洪问遍所有专家 也都没有相关线索 甚至怀疑是否正有此罪的存在 而眼下的困境 也只有卖掉现在的房子 来筹几资金酒机 正好刘音婆婆看到中介从姑姑家离开 了解了周明洪所遇到的困境后 回家便和室内爸爸商量 向银行抵押老房 帮周家度过此难过 婆婆这才说明来意 表示她和室内爸爸愿意抵押老房 帮周家度过难关 室内姑姑大受感动 她没想到哥哥嫂子 竟然会为了他们做到这个地步 见识类姑姑不肯收下 于是婆婆提起 当年姑姑看不上这个老房子 就自动放弃了继承权 不然这个老房子也有姑姑的份 姑姑听后心情十分复杂 事实上她也一直记挂着 时素文的恩情 毕竟天底下没有几个女人能做到 为了抚养别人的孩子 放弃生育属于自己的亲骨肉 而且时素文将十周心培养成 现在这般优秀 婆婆也是对她心怀感激的 手术的事情 不断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觉得自己更是亏欠了亲妈不少 而且她已经租了一间 茶小萌之前最喜欢的房子 他们以后不用再借住在家具场 并提及两人相恋时的甜蜜往事 茶小萌的内心终于被脉通逐渐融化 再三考虑后 茶小萌联系房屋中继 不计损失地把房子卖掉拿回了钱 然后来找石周心 卓子的事要我想好了 愿意承认了 那我就开始录音了 刘英的卓子 都无法原谅她 而且现在这个卓子 不仅对刘英很重要 卓子很可能成为敲门砖 但茶小萌缺一堵气 说要去警局自首 让谁都别拿到卓子 不过走到警局门口 她又听 卖给谁了 卖给谁了 不能告诉别人 这是行规 你是谁 她没有骗你 这个卓子 确实是她从她最好的朋友那里偷来的 这个属于刑事案件里面的自说案件 相关机构还没有找你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确定 这个卓子到底有没有被你转手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石周欣借机再次吓唬老板 他们做珠宝玉气的最在乎生育 如果官司打伤了三五年的 生意也自然没法做 老板只能见好就收 让茶小萌拿回了卓子 此时刘英和石雷已经在门口等候 茶小萌自知有错 并想要挽回这段友情 他把卓子还给刘英后 还拿出了他提前划好的车票 我也划了一张车票 我一直没给你 因为给不出去 刘英最终没有接受哪张车票 表示他俩很难立刻修复关系 但他希望茶小萌今后能够找回自信 然后就禁止离开了 这个卓子还是给你 用你来支牌 不行不行妈 我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这个卓子现在关乎到我们全家的每个人 还是得有您来做证才好 你行的 现在家里的情况这么复杂 我需要有个人帮我 你没有问题 你可以当家了 郑重其事的嘱托 刘英来管好这个家 正好这是刘英有些想吐 于是婆婆欣喜若狂地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刘英果然怀孕了 婆婆为此高兴地心跳痂 别胡说八道了 他怎么会来的不是时候呢 刚好是时候 他可是我的定心丸 我的强性针 他可是来给我们全家打鸡来的了 相信一起 姑姑特地带着李双青做的菜 去遇所看望石周心 并提起在哥哥和李双青结婚之前 他和李双青就认识 而且关系好到侵入姐妹 后来因为争夺石周心的爱 所以他俩才逐渐疏远 但这一切对于一家人来说都是误会 如今两人兵事前嫌皆大欢喜 姑姑希望石周心也能放下去接受李双青 然而石周心听后却沉默不远 你难道不希望我们和解吗 不希望 为什么呀 我二十多年 一直都在为这个结果努力 我一直在拼命地去平衡 你跟妈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在找你们之间的平衡点 我努力了二十多年 我尽了我一切的心思去做 但是我永远都做不好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 现在你告诉我 你们自己找到了 那我在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去了 妈 我是你生的 妈妈养大的 没有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都不会是现在的自己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患得患失地 在你们中间寻找那么一点点的归属感 我在两个家里面扮演着 好像一样又不一样的角色 我永远在平衡关系的远近 亲书 我真的觉得好了 这个拔河比赛中 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们两个就自己商量出来了一个决定 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对你们来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 对不起 我是人 我不是机器 我真的没有一个开关 可以去控制自己的感情 控制自己去接受 我这两份妈妈给我的爱 我对不起 我不会去的 听了石周新的话 李双青终于察觉到 自己给女儿造成的痛苦 心情编本直接晕倒在楼上 众人赶忙把她送去医院 并且已呈现出加重的迹象 另一边辜负周明洪的公司 已经陷入危机 面临高额负债 此时能帮她解决困境的 就只有宁老先生 而石周新意外得知 李双青给刘因的传家宝镯子 就是宁老先生一直找的镯子 于是他只能重新上门 找李双青借用镯子 那个香港人正在找一个金扇的镯子 如果你爸爸能帮他找到那个镯子 事情可能还用转机 喂 我如果帮你找到镯子 你能帮我约那个宁先生吗 当然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姑父周明洪的公司 已经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他们的房子 也已经全都抵押给银行 倘若再得不到宁老先生的帮助 周家就要面临高额负债 石周新找人看过 那个刘因婆婆的金扇镯子 正是宁老先生要找的 于是他鼓起勇气来找 欺骂李双青 令李双青十分意外 往前忙后找他爱吃的零食 但石周新好几次想说镯子的事情 却没说出口 李双青 别得做这个母亲 非常事 她的病情已经有些加重 有可能仅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手术也迫在眉睫 另一边石周新又找到石来 希望能拿到镯子盘活周明洪的公司 并表示镯子本来就是妈妈给她的 所以她现在要回来也是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所有人等你 还全家疯你 来也是情理之中 妈给你打电话 晕脏了 住院了 我落面也是情理之中 我一次一次请你去看看 把你充耳不闻 心如盘石 也是情理之中 石周新 你懂情懂理 石类坚决不肯把镯子给石周新 因为现在这个镯子 要卖了给妈妈做手术 而石周新表示这个镯子的价值 远远超乎石类想象 她可以盘活周明洪的生意 周明洪的生意恢复了 防止这镯子她要定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晚上石周新在别人的引荐下 亲自取见您老先生 并提出用镯子 换周明洪公司的一条生命 两人当即达成交易 另一边 李霜青终于住进医院 接受治疗 石类和爸爸一直在一旁 悉心照情大好 然而正在这时 李霜青去 你救周老板的生意 欣欣说什么了 啊 没说什么 欣欣问候我一下 好啊 欣欣懂事了 收到石周新发来的信息后 尽管婆婆极力掩饰 自己失落的情绪 刘音还是察觉出了一样 第二天 她和石类去医院探望时 发现婆婆正坐在外面 独自落泪 似乎有难言之意 于是刘音主动寻来 婆婆果然有些为难的提出 让刘音把镯子给石周新 她还是来找你了 妈理解你都不理解 可你知道吗 你比你姐姐要信念的多了 因为你一直就在妈妈身边 他们在 周新是妈妈这一辈子 真正最放心不下 我欠她 这辈子都关不清 婆婆表示石周新 从来没跟她开过口 而这次开口了 她就一定要满足石周新 虽然石类很不情愿 但也只能尊重妈妈的意愿 周新 你别劝我了 我没有想要劝你 石头最近情绪不是很好 你别在意啊 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件 让我们所有人都不高兴的事情 我们就得收着 周新 其实我觉得事情 没有必要非得闹到那一步 我有一个方案 我想试一下 我们一起吧 遵一步 因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并让石周新配合她 于是石周新带着刘音一起 去见宁老仙沙宝 宁家当时就十分富贵 但宁少爷缺失个不安清 同时宁老夫人还亲自带着玉琢上门 唐婉卿终于被打动 同意嫁进宁家 并且与人品好又有学问的宁少爷 幸福生活多 日本人开始烧杀抢绿 唐婉卿却在此时患上严重肺炎 需要昂贵的特效消炎药 药店老板甚至开价 二十条黄鱼一盒 而宁老夫人只随身 带了两条黄鱼没能买成 随后便以肺炎会传染为由 杜姐儿子和唐婉卿接触见面 对此唐婉卿也表示 她能理解婆婆的作坊 赶走了宁少爷 唐婉卿还把传家宝玉琢还给了婆婆 妈就谢谢你了 召集全家打算换取 几张通往海外的船票 但宁少爷以及大哥大嫂 宁少爷劝不动妈妈 只好自己去想拜访 宁老夫人不再去管宁少爷 继续安排买船票的事情 如果买特效药 只能就一个人换个船票 就能盘活咱们全家人 这个罪人让妈来当 妈 妈已经跟你爸爸的顾交杜叔叔说好了 她已经答应我们 给我们全家换船票 你们今天必须要听我的 宁老夫人把卓子也交给了大嫂姨 但大哥大嫂在去往度假的路上 却不幸死于日本人的枪下 卓子也随之丢摇杀害 唐婉清临终未能见的爱人最后一面 至此宁老夫人所期望的一切 终成炮友 仅剩下刘英和石周欣面前的宁老先生 幸存于是 姑娘 卓子留下来 你回去通知你父亲等消息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办到 刘英突然挡住卓子 并表示这个卓子 现在也是他家的传家宝 他需要卖掉卓子给婆婆做手术 所以希望宁老先生 再埋下卓子的同事 还能够放过周明洪的公 因为这个卓子我们家散了 让我们后期想看到 你们家人会做什么选择 宁老先生给他们两天时间考虑 医生卓子保家一 二是用卓子换取手术费 但是只能二选择石周欣 让他们只能二选一 另一边刘英的婆婆 看到隔壁床的病人 手术后出现排疑反应 经抢救无效彻底离开人世 尽管之前作为护 在刘英的刺激下 婆婆选择了反击 质问刘英是不是看她生病了 就不选择怕 刘英赶忙抱住婆婆安慰 告诉她把心中的不安发泄 出来了就好了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该好好的配合治疗 不要再做伤害家人的事情 于是婆婆的心情逐渐平复 不再萎靡低沉 并且主动要求吃饭 回头你看 我告诉石头 她在我身边的时候 你是对我怎么吼的 好怕呀 别回头了 就现在吧 好吗 当进来的石家父子很是惊讶 刘英还故意问婆婆 是不是要告状 正好石头和爸爸都在这 哪里娶来的媳妇啊 爱死她 你太后了啊 一家人难得一片其乐融融 之后刘英跟石磊商量 把他们还没住过的新房卖掉 然后赎回抵押给银行的老房子 等将来妈妈康复了 他们搬到一起去住 令石磊十分感动 紧接着刘英孤身一人 去找了宁老先生 宁老先生对来的人 是刘英感到有些意外 看来他们跟宁家 当初所做的选择不一样 但刘英却表示自己没带镯子来 宁老先生立刻便宜 并威胁刘英 他可能会让周家越来越惨 刘英很笃定的表示 他认为宁老先生不会为难周家 因为帮助周明洪 只是顺水推周一本万利的买卖 而这个镯子 宁老先生也不会不要 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执念 我记得您上次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您认为那个镯子 害得你家破人王 所以您很好奇 在面对同样需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家会如何做出选择 你是不是有一点 希望这个镯子的诅咒 同样会发生在我们家里 因为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永远都不需要面对 那个你一辈子都不想面对的真相 刘英拆穿宁老先生 当时导致宁家家破人王的 罪魁祸首并非决定 宁先生 我知道我这么说您很难接受 但是我还是想说 的确是您奶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如果他当时可以听取大家的意见 全家人在一起共度难关 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了 刘英无情拆穿您老先生对镯子的执念 说出当年害得您家家破人王的并非镯子 而是您老先生的奶奶所做出的决定 如果不是您夫人拒绝给唐宛清买特效药 放弃全家共度难关的决定 并激动 但冷静意想确实如刘英所说 当初您家两个少爷相继遇害后 您老夫人深陷自在当中 夫人 您一家遭遇的不幸我什么要同情 这是传票 今天我您家遭遇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有一事相求 我想让你好好的替我照顾我这可怜的小孙子 我求你了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就这样您老先生被杜叔叔带去了香港 您老夫人在孤独中了 刘英知道您老先生救活周明洪的公司 不过是举手之劳 所以他也不打算再卖掉镯子 我还是希望您可以救周老板 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 但是却可以救一个有良性的商人 聂先生 我还要谢谢您 镯子我决定不卖了 我要好好放在家里 至于婆婆 我会想其他办法救她的 这个镯子对您来说是诅咒 那我就要用行动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故事 讲来讲给我的孩子听 回想往事虽然痛心 但您老先生一辈子的心结 倒是被解开了 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镯子 同时跟周老板在生意上展开合作 婆婆上手术台前夕 刘英捧着鲜花去找石周心 记住石周心生日快乐 也劝说他试图站在婆婆的立场 在婆婆手术前去看望一下 以免会有遗憾 但是石周心仍旧十分拧巴 并觉得是刘英太想要一个看似完整的家 刘英听后直言石周心就是不知好歹 因为那些他竭力想要摆脱的 觉得窒息的东西 都是刘英竭尽全力也没法拥有的 这段时间大家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不好过 你以为就你吗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让我知道了家到底是什么 家里面不只是快乐 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组成的 它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就像是冬天 这个河水结冰了 你想让它自己化开 那是不可能的 它是需要我们每个人 我们去劈柴 我们去生活 我们去让这个水热了 我们大家才可以一起活下去的 刘英希望石周心意识到这种负担的珍贵 不要等到她有一天懂得珍惜了 那个爱她的人却不在了 同时刘英向石周心透露 婆婆的手术预期不太好 仍然让她自己做决定去或者不去 手术这天石家父子 心情沉重地签下之情同意书 而石周心也终于来到病房 母女二人聊了很多从前的去世 石周心拿出李双青小时候送给她的波兰公 并管李双青叫了妈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逃避 选择做一个胆小鬼 错了吗 石周心 你做的选择不是个胆小鬼的选择 你的选择特别勇敢 你懂得感恩 好女儿 妈知道你是我的好女儿 我带着你送我的这个护身符 在外面等着你平安的出来 一定会没事的 和解 之后全家人一起把李双青送进手术室 然后焦急地在外面等候 石周心把镯子又还给了刘英 并向她道了信 转眼间时间来到三个月后 麦通跟石周心做了最后道别后 就去了查小萌的老家 并承诺要在这里给她一个家 林一边婆婆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出院后对怀孕的刘英悉心地跑 全家人终于拍下了一张温馨又甜蜜的全家服务 一二三茄子 等一下师傅 我们不喊茄子 我们有自己的口号 一二三 家和外世心 这些人又有一个人 我们不得了 来个小萌 去这些人 吃饭 发生一下 吃饭 吃饭